主啊 我看祢 用宇宙的哭泣 用我心指慈不予的爱意 主啊 我看祢 用江湖的亲密 用我心步步跟随的回忆 哦 是你是你 激励我的是你 他爱我就爱到你的是你 天路里沉重变化我的是你 那时我长成活是你是你 我们有了启示 有了异象 必须经过一个过程 必须在时间里面借助我们的忠心 借助我们的追求 借助我们的侍奉 把我们这个人带到这一切的实际里面去 所以我们还得根据早晨的 我们再来说 早晨我们说到在宇宙中 认真说是三个东西 一个是神 或者你也可以说就是基督 宇宙中 还有一个就是导灰 还有一个就是撒旦 撒旦在他的下面有这个世界 还有宗教 还有就是罪恶 那是地级的 但是基本上罪恶是世界里面的一个部分 我们这个人 这是三个大的项目 我们这个人本来照神的创造 根据神的创造 是有神的形象 也有神的样式 我们这个里面像神 我们的外面也像神 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极其的冲高 但是人堕落了 堕落以后我们这个人就变成一个救人 或者说就变成我 我就是个救人 这个救人的生命就是一个魂生命 这个人所要的就是这个己 我为主我这个己 还有这是好的 不再好就是我有我这个肉体 然后在我这个运行里 我就成为一个有天然的人 你这个人最少有这六个项目 这个总称就是我 这个我是怎样一个人呢 是一个救人 是一个堕落过的人 那我这个生命是什么呢 是一个魂生命 不再是灵在我身上做主 是我这个魂在这里做我全人的主宰 但是我这个魂做生命的时候 并不是像你所想的我是我的老板 你还有这个己 然后你还有一个肉体 肉体里面做的什么呢 肉体里面做的罪 这个罪事实上到后来 就成为你整个人的主宰了 所以这个人成为个堕落的人了 这个看见这个起事和异象 百分之百是灵里的事 换句话说 整个这一套东西都不管用 完全是在灵里摸着了神 摸着了主 得着了开启 而有一种的看见 可是另外一面呢 你要很注意啊 你这些东西都还在嘛 我在灵里看见一个东西了 我还在嘛 我还是活在救人里面嘛 我的浑生命还正在运行嘛 我这个人还有一个很强的己嘛 我还是个大肉体嘛 我的天然的活动啊 还是非常的强烈嘛 那神怎么样呢 主要切主啊 你对这些事的反应 来铺路你这个人 来啊建造你这个人 铺路你这个人呢 就叫你啊清看这一切 建造你这个人呢 就叫啊 这里面神所造的那个部分 能够与灵配起来啊 得着一个健康的发展 比如说我每一个人都有啊 神造我们的一个部分 你看啊 我们这不是一个音乐家嘛 还有一个拉小提琴那个姊妹 你不要小看啊 这是天分啊 我会这个垂笛子 我会拉提琴 会唱诗歌 然后这个郑弟兄会唱歌 这都是神造的 是好的 可惜神造这一切好的 都在这些控制下面 这个人就变成我是为做我 或者甚至于神所造的这个好的天分 也是为做我 然后这个旧人呢 就用这一切来扩展这个我 所以你看啊 我很会唱歌啦 我很会做事啦 或者我很会讲道啦 我的确是有口才啦 好不好呢 都好 那什么样不好呢 就是看谁做老板 如果是做老板呢 就是好 口才就真好 如果就人做老板呢 这个口才啊 就变成啊 你的难处 也变成啊 神的难处 也变成啊 教会的难处 就变成啊 撒旦的益处了 你不要以为会讲道好啊 有很多会讲道的 对神的经论 的确是摧残 你说你不爱主啊 这我也看也不太公平 你说他爱主吧 主要说不太公平 为什么呢 不是他不爱主 是啊 他这个人呢 活在他这个我 活在他这个旧人里 然后他这个浑生命啊 在那里动 你有没有注意啊 差不多连很多聚会 都要看这个浑生命动得好不好 这个浑生命动得稍微好一点呢 也有豪迈的一面嘛 不受体虚不受眷顾 但是你这种写的时候没有浑生命 你唱的时候都是浑生命 然后呢 你这个人呢 或者是你的脊了 或者是你肉体了 或者你天然了 都会成为啊 你跟随主的难处 小姊妹呢 就天天研究 怎么展示说展示的更好一点 这些都是浑生命的东西啊 人的难处啊 因为我不是有这个浑生命吗 所以啊 在一切事情来的时候啊 我这个浑生命啊 都在这动一动 然后根据我这个浑生命 才产生啊 我对神经论里面的反应 比如说啊 这里有个追求 好不好 好 你为什么要来呢 我一定要来 你为什么要来呢 主叫我来 主神会叫你来 因为我在家里 我这个父母我受不了 我到了克利弗兰 感谢赞美主 我就荣耀的释放十个月 那我怎么能不去呢 你说有没有主啊 也不能说没有主 你说有没有主 也不能说全是主 你说有没有启示 那我问你呢 那他为什么不花十个月 到拉斯维加斯去呢 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这生活并不好过的呀 对不对 有时候多少姊妹挤在一个房子里 那姊妹们彼此挑剔的多 彼此赦免的少 你看我这样对吧 咱们大家都平良心的 都应该姊妹们应该大声说阿门 是不是 然后这样呢 到这以后啊 都生活并不愉快呀 你有没有注意啊 这个人呢 就没有那么简单 人怎么爱主的时候 有点自己的成分 怎么要主的时候 也有点天然的成分 能不能清楚啊 甚至于我告诉你啊 连呢这个跟随主的路上啊 都有肉体的成分 我不是随便讲的 我碰见好多姊妹在定规事情的时候 我里面都很紧张 但愿主联名我能从里面梦成就 因为我看我们大家都差不多 有的时候几乎是为了斗气来定规事情 所以啊 你注意啊 你这个启示有没有呢 有 基督生给你的启示是基督 基督给你的启示是道会 然后呢 你就成为一块磐石阳性的 来被建造在这个阴性的磐石上 因为什么呢 你记住阴性就是它是我们的母 就记住那句话 那个恩典不是我们的母吗 就是恩典 在恩典的原则里把道会建造起来的 但我们这个人的反应呢 不知什么时候是这个脊出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这个肉体出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这个天然出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这个旧人出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是浑生命在运作的 不知什么这个我呀出来了 所以啊 在这个整奥会的建造的过程中啊 常常你会觉得 主啊 我简直不懂 这个人也说是主 那个人也说是主 为什么吵得这么厉害 这个人也说是主带领 那个人是主带领 为什么彼此猜忌得这么凶 这个人也说我主带主理 那个人也说我主带主理 为什么彼此有这么样的震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啊 这一切的事是灵里的事 这一切的反应是要临终来反应 偏偏我们这个人呢 在临终的时候不多 在我们呢 自己里面的时候啊太多 因为这样啊 我告诉你啊 常常我们这个人不知不觉啊 就成为一种限制难处 但是呢 你也不要灰心 对别人也不要灰心 对自己也不要灰心 不要一看别人啊 你看 你是个肉体 你看 你是个鸡多强 你看 你浑身运作多厉害 你讲这些话的时候 那个鸡也蛮强的嘛 是不是这样呢 可能也是个肉体吧 你何必呢 但是啊 你对自己啊 不要灰心 你要告诉主 主啊 对不起啊 今天下午啊 当我为这个教会中 神圣事物祷告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是个大肉体啊 都在我肉体里看东看西 在我们以为事情办了就好了 再神看 不不不不不 我告诉你啊 我不需要把你坐到合并里面去吗 什么叫合并呢 就是啊 越拉拔越高 神在这里 对不对呢 我们一大堆的垃圾 怎样呢 这个提升的过程啊 就是一个铺路的过程 神经你看见 哎呀这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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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呢 哎呀这个加多 哎呀这个加多 到后来再小一点了 再小一点了 再小一点了 只剩下神了 你要注意啊 这个过程啊 哇 那可是啊 一生之久 彼得的年龄啊 应该比主耶稣大 因为啊 他有岳母 就是 他结婚了 他的门徒宗啊 好像年龄都很轻 马太可能年纪也不轻 一般说都很年轻 这个彼得呢 倒是成家立业 就是好像没有儿子 没有记得他有儿子 彼得 他这个写 他彼得后输的时候啊 我要死了 就是我要离开这个帐篷了 所以他这个年龄啊 比我现在年龄大不了多少啊 我想可能啊 七十岁左右就离开了 这个年轻啊 三十五岁的时候啊 是他最风光的 最风光的时候啊 满了歧视 满了异象 但是一大堆垃圾 所以这样呢 就需要这位主啊 经过一个环境 铺露一下 再经过一个环境 铺露一下 你看我讲对不对 哎 这人的反应你不要小看哦 你这个主啊 欢喜啊 看你的反应 还要给你一切的环境啊 带你经过各样的反应 有的非常合理啊 合理到一个地步 你会告诉主 主啊 是不是过分合理了 我不需要这么好啊 我不需要被对待得这么好啊 有的时候是非常不合理啊 你身上啊 一大堆的东西 就是或者是我呀 或者是旧人啊 或者是魂生命啊 或者是己呀 或者是肉体呀 或者是天然 都是在你身上绕着你啊 整个这个环境没有一样 是能横省连起来的 但是呢 主又偏偏呢 跑到他的最中间来了 主耶稣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给你看见神了 给你看见教会了 这个东西啊 要把整个这个千斤重担啊 要慢慢慢慢的提升上去 你这一生就说主啊 来提升我 本来是这么重啊 一千两百吨 慢慢的感谢主啊 八百五十吨 哈利路亚荣耀给神 慢慢感谢主啊 六百吨 慢慢感谢主一百吨 慢慢感谢主 只剩几斤啊 到后来怎样呢 你看什么叫合并 合并就是啊 神在我身上的主成 与神的所事是一了 神在我身上的主成真是丰富 我的主成与神的所事相配了 那个就是合并了 自从把我们这个人呢 就带到啊 这一位神的里面去了 就与神合并了 这就是为什么 有启示 有看见是一件事 这个启示和异象的实话 又是一件事 这个启示和异象没有实话 你可以一直有启示 不断有启示 满了启示 神在你身上啊 能够做的工作非常的少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没有让神啊 来提升你 Elevator 你要让神啊 不断的来提升你 掌心是什么呢 就是他所本来这个人 所有的在减少 重生来的在增加 他不仅呢 我有一种树林的看见 叫我做一个疯狂的人 你要知道啊 我们这般梦生怜悯的人 我们要认识了 卑下就是我们 低就是我们 复杂就是我们 个性强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人呢 信难明处 这是在教会中 对我们自己呢 信难明处 我们是个难处也难处 这没有人知道我们怎么办 但是怎样呢 主就不断的啊 把这个启示啊 启示给我们 你看见了 再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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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注意啊 你的反应就是你那个人 你的反应就是你的实际 你是怎样一个人 是从你的反应看出来的 懂不懂的意思啊 不简单啊 神就问了 你有什么反应 我给你一些环境 一个环境叫做热房子 一个环境叫做冷房子 一个环境叫做炒房子 神会安排给你各种各样的环境 然后呢 就根据你所看的启示啊 神就来说 那我现在看看 你到底有还是没有